大家好我是時光博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影片最大的動力 很多留意碗標的朋友都知道 Luxury Sports Watch 奢華運動標的Category 有兩個Superstar 第一個就是Patrick Phillip的Nautilus 另外一個就是Aldemus-Pierre Gates的Royal Oak 我個人覺得Nautilus之所以受歡迎 因為他是Patrick Phillip的運動標 但Royal Oak受歡迎可能是因為 他是一個原創的概念 因為他是首先出來的 在1972年的時候已經開啟了 他的設計也是非常漂亮 2022年對外比AP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因為Royal Oak慶祝他們的50周年 在1月最後一個禮拜 AP一口氣推出了有34款 全新的Royal Oak入替型號的碗標 今次他選擇一口氣 而去開啟那麼多換標 我覺得比較不尋常 因為一次開啟那麼多換標 有可能會令到市場失去了 大家互相不同的模特兒之間 會產生一個競爭的效果 我覺得AP為何會這樣做 可能是有個原因 因為在2021年的時候 帕特Philip就首先宣布了 Nautilus 5711的鋼錶型號 將會停產 在沒多久後 AP亦都宣布了 他們的Royal Oak的鋼錶 1502都將會停產 但Nautilus的最後一批型號 帕特Philip就用了一個 Olive Green的Dial 當時市場上非常喜歡這個設計 引領著2021年綠色標的潮流 在2021年12月的時候 Prathlip更加宣布了 跟Tiffany一齊推出 Tiffany170周年的紀念碗標 用了Tiffany Blue Dial 這件事更加令到標迷瘋狂 加上富惠斯慈善的拍賣 將其中一隻Tiffany的Nautilus 以美元650萬的超高價拍出 是定價的100倍 可以說2021年差不多是Nautilus的年 我自己覺得AP很想 搶回一些風頭和市場的注目 所以在2022年1月 急不及待要將全部Royal Oak 入體型號一次過 告訴我們 這個做法是有點風險的 但我們看看新的Royal Oak 是怎樣的 新的Royal Oak 叫做16202 它是Jewel of the Crown 整個系列最受注目 因為它有個外號叫Jumbo 因為這隻是最原始Royal Oak的延伸 16202是入體原有15202的模特兒 但它90%以上都跟之前的模特兒差不多一樣 因為之前的模特兒的設計實在太好了 你不會去默然改變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AP是很聰明的 保持90%原本的設計 但它中間也做了兩個非常重要和好的改良 第一個是它放了一個全新的自家生產機 另外一個是Royal Oak 非常出名的Pattit Tapestry的 小格子的Dial 它這次用了PVD的技術去處理顏色 這個比起之前的電腦方法的好處 就是可以令到顏色更加穩定 即是一隻錶和另一隻錶之間 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之前是有些不穩定的 我們說回這個新的機芯 Caliber 7-121的新機芯 它也有幾大的改良 第一就是它的動力儲備 由原本舊機芯的40個小時 變到55個小時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它有一個Quick Set Date 因為之前舊的機芯 如果你要調整日期 晚上10點到半夜2點內回 調整時針去調整日期 不過現在就不用了 有一個Quick Set 另外新的機芯的每小時震頻 比舊的19800鑽快 令到碗錶更加準確 整個碗錶跟之前的相似 Case的尺寸都是39毫米 8.1毫米的厚度 可以防水50米 在錶盤上非常之名 只有時針和分針 沒有秒針 在三點鐘位置就有一個日力盤 居民這個新的機芯是用了AP5年的時間去開發的 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機芯 在2022年所有生產的模特兒 它的自動擺陀都會有一個50周年的Logo 過了2002年之後生產的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這一點 這個Jumbo系列總共有四個不同的材質 分別是Iconic的鋼 配上深藍色的錶盤 跟Original 5402 即1972年所推出的完全一樣 另外有紅金版本 配上一個灰色的煙燻灰色的錶盤 還有18K黃金版本 配上一個煙燻黃金的錶盤 還有一個非常奢華的 是Platinum 柏金的版本 配上一個煙燻綠色的錶盤 Royal Oak在過去有很多故事 其中有一些是正確的 有一些是謀弧的 我們趁這個機會給大家一些正確的訊息 第一件事就是 原來Luxury Sport Watch 這個原始的概念不是來自AP的 原來當年有三個很重要的意大利的經銷商 向AP提出 我們這個市場需要一隻 用鋼做的奢華運動錶 接受了這個委託之後 他去跟設計師Garagenta談的時候 只是給了他一晚的時間 就要他come up with 草圖 因為當時是1970年4月10日 是剛剛在Basso開幕前的一天 他們是需要這個草圖 在Basso跟經銷商分享 另外 原來Garagenta在 這個AP的briefing的時候 他是誤會了 他以為AP是叫他做一隻 防水能力很強的碗錶 所以整個設計的概念 包括那八顆螺絲 放在Basso上面的很 iconic的設計 都是由一個潛水人的頭盔螺絲 拿到靈感 如果Garagenta當時沒有誤會 都不知道設計會變成怎樣 而且因為這隻很明顯 說明要是鋼的奢華運動錶 原來他首四隻Prototype 即是圓形錶 是用白金做的 因為當時那些標學生產商 都未能夠掌握 究竟鋼的奢華運動錶應該怎樣處理 而且Royal Oak 這個project的名字 不是叫Royal Oak 原來是叫Safari Royal Oak這個名字 直到1971年12月 差不多要開啟這隻碗錶的時候 他們才決定 Royal Oak的名字 都是有來頭的 他是英國皇家海軍的戰艦名字 亦是一棵曾經出現過的像樹 曾經救過英國皇帝 King Charles II 在16世紀的時候 所以這是Royal Oak的名字 有很多人都說 Royal Oak開始的時候 賣得不好 App的資料 算是慢熱 不是馬上滿堂紅的那種 但在1972年到1978年之間 第一批的 A.P.Royal Oak 分開了四個系列 ABCD 都總共做了6050隻 雖然這個 數字在今天來說 不算是甚麼 但在1970年的時候 如果有6千多隻標 在短短六年的時間 其實都算是非常受歡迎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 A.P.Royal Oak 在今時今日 絕對是品牌的 彈天堡自尊 一個非常重要的系列 今星期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